深圳没有美食 香港人第一个不认同 一到周末 深圳的韩港量就直线飙升 在社交媒体上 以香港为关键词随意搜索浏览 更是大概率会看到像这样一串熟悉的tag 今年1月8日香港语内的通关以来 深圳各口岸又恢复了以往的人刘如芝 新业务从深圳到香港的反向代购 也越发如火如荼 像这样带有一连串深圳美食tag的 小红书笔记和抖音短视频 评论区有人求带代购 也有人求带代图 那么反向代购好做吗 赚多少 为了更直观地了解反向代购 我在抖音上联系到代购小兰 跟着她切身体验了一般代购生活 下午三点 我和小兰在罗湖口岸约定的点碰面的时候 她刚送完上一单 正借着等我的间隙甩肩放松 今天她带了个新人 两人各拎一个行李箱 两个行李箱上 还各放着一个装满各式美食的大袋子 和我简单寒暄几句后 她马上掏出手机 手指在屏幕上飞快的话 熟练的拨号 喂 我马上到站了 还是昨天约定的时间 你到了吗 行行行 系闸口哈 小兰入行四个月 手脚很麻利 她习惯提前列一个清单 客人代购的物品 交付的站点闸口 客人电话 具体到分钟的交付时间 从早到晚一一列好 从罗湖口岸出发 我们沿东铁线一路坐 到了有需要交付的站台 就下车赶到约定的闸口 不出站 开箱 交付 一单下来约莫四五分钟 看似简单 实则需要对香港的铁线路非常熟悉 同时划身时间管理大师 出行前 提前和顾客约定交付时间 按时间和站点排好交付顺序 执行时 每次临近约定的站台 要算好时间提前给顾客打电话 发消息 提醒顾客准备拿货 避免到站后等待 既浪费时间 又耽误后续几单 同时 还要留意着每隔二个半小时出站一次 重新扫码过闸 否则需要缴纳61.5港元 按截至发稿最新汇率 折合人民币 专题 约57元的车费作为附加费 一天下来 除了碰面寒暄那几句 小兰基本上都在接打电话 计算时间 她像在一塌立着的多股糯米牌之间 紧小盛围的穿行 要行得快 行得稳 行得巧 一单也不能耽搁 但为了利润最大化 注定每一趟都会是负重前行 小兰她们这一次 两大箱累计时二单 我试着感受了下 对有两袋米那么重 到了需要换乘的站台 拖着箱子上上下下不说 海的赶电梯绕掌掌一条路 在冷气吹足的港铁上 小兰也是满头大汗 一天下来 小兰几乎没时间坐 没时间吃午饭 甚至没时间喝水 就连想去烫洗手间也不方便 身心都是高度紧绷 没办法 只能坐一天休一天 实在太累了 晚上七点 我们到达尖沙举站 小兰的清单上 还剩三单没有化掉 最远一单到东勇 接下来 小兰要换成 转线 乘坐至少四十分钟的的铁 在途经的三个站点下车交付 再一路坐的铁回到深圳的家 我们在兼杀举分别 十点半 我在联系小兰 她还没有吃上晚饭 外人看来 板箱代购就是逛逛逛买买买 轻松顺手的事情 越来越多的人想着从中分一杯羹 但很明显 虽然门键很低 但想以此搞钱致富并不容易 第一个发现深港 反向代购 这只螃蟹的 大概是香港人KK 封关前 爱好美食的她 就经常来生 觅食 苦等的日子里 最想念的深圳味道就是 宝师傅肉松小辈和太二酸菜鱼 所以1月8日一通关 她就迫不及待来到深圳 彼时的她也没想到 自己的口味会成为香港人球代购的标配 28岁的她和许多年轻人一样 喜欢在社交媒体上分享生活 来生当天 她在回港的路上用Facebook上分享了喜悦 住在香港的亲友看到后 很是眼馋 纷纷联系她 表示愿意付费球代购 KK察觉到 这是个新商机 1月底 她就着手做反向代购业务 第一单就爆单了 KK回忆 为了确保交付 她提前一天就和商家下单预定 当天上午坐港铁到深圳的门店取货 下午一点多出发配送 忙活到晚上9点多才启程回家 那天 她一个人拉2个32寸的大行李箱 替2个大袋子过关 带了整整100多盒爆湿腹 外加3-4份钛儿酸菜鱼 深圳美食的价格优势吸引香港顾客 当时 反向代购物品的可选项并不多 往往就只有爆湿腹肉松小辈和钛儿酸菜鱼 KK坦言 那时收费也比较高 每核爆师傅收跑腿费12元 每份钛儿跑腿50元 但乐意为此买单的香港人依然不少 香港很多人喜欢吃深圳的美食 疫情前就有很多人习惯一放假就来深圳找吃的 随着生意越做越好 KK索性招揽人手一起干 组了一个三人的小团队 上个月 为了方便开展业务 还举家从香港搬到深圳罗湖口岸附近 现在他自己主要负责在家接单 和顾客沟通确认交付时间的点 其余两人负责外出跑腿交付 确认订单后 直接点外卖配送到家 集中在家里进行收获和分检装箱 有利可图 自然就有人会涌入 更别说这里是人人 一心搞钱的深圳 大佬球代 粤语熟练 还招人吗 我有探亲签注 可否加入 代购团队的小红书笔记评论区里 不仅有寻假球代的顾客 更不乏想入行分一杯羹的人 入局的人多了 竞争不可避免 为了抢夺更多的稳定客源 反向代购悄悄卷了起来 首先被打下来的 自然是价格 每合报师傅收跑腿12元 每分泰二收50元的日子一去不复返 各个代购的收费依据 及收费标准不尽相同 但很显然 相较以往 反向代购的收费明显降低不少 同时 反向代购多在小红书 抖音缆客 受平台审查限制 以及每单代购的难度存在较大差异 大多转到微信或WhatsApp私聊沟通具体价格 这也使得反向代购收费不慎公开透明 收费标准处处要权衡成本 与之相比 服务品质的操作空间则大得多 KK透露 从一月底到现在 反向代购的品类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 订单已经不再局限报师傅 KMO KMO 阿玛首座这类下午茶 并有了以正餐为主的趋势 像是胖哥俩肉蟹包 木屋烧烤 咬鸡王 炭鱼 挖来搭 等等 都是热门选手 而正餐难免连汤带水 携带不便 考虑到顾客更常代购的美食 阿诚还筹划着给团队配备保温箱和干冰 争取延长食物保鲜时间 在过去不久的七夕佳节 一些代购还推出了反向代购鲜花服务 配送难度更高 时间要求更短 往往还需要出站送到家门口或者酒店 反向代购 既是辛苦活 也是技术活 但只要能搞钱 深圳人就从不缺精力和智慧 看起来 入行几乎零投入 至按时刻怕也不过是 顾客便同行 只是 一方面 随着越来越多同行挤入赛道 每个人分道的蛋糕也会相应打折扣 每次过关 需要同时接到多少订单才能维持生计 也不得而知 尤其是 随着反向代购的团队化 流程化 个人单打独斗是否还能保障稳定客源 是否还能赚钱 是否能作为一份全职工作 似乎要打好几个问号 另一方面 深港同城化的趋势正肉眼可见的迅速推进 很难说 反向代购 是否正处在短暂的红利期 香港人对深圳 特产的需求 是一时新鲜 还是有持续的热情 同时 随着国内商品的崛起 深货不断追赶港货的品类与品质 加上人民币汇率变动 港货与深货的价格差距缩小 这让人不禁猜测 未来 香港会否出现 深货店 内地店 伴随着深圳与香港的双向奔赴 反向代购将迎来怎样的未来